北農群聚风暴 全员快筛进入第二天 又有一人被筛出阳性 从5月14号到现在 北農相关确诊人数 已经有54人 今天的总筛减人数是538人 其中一人快筛阳性 市长柯文哲表示 累积54例看起来很吓人 但是把时间轴拉开 每天大约是新增1到2人 而市场内工作者多达上万人 转成百分比就没那么可怕了 不需要制造恐慌 另外由于北農24号起 快筛阴性者才能够进到场内 市府也将增加每天的筛减名额 来提升快筛量能